记者洪定洪高雄报道,75岁正兴老傅疑似不愿到医院看病,一大早就溜出门,借手推车趴趴走,假装资源回收,远景巡逻发现老傅在烈日下推满载资源回收的手推车很辛苦,上前关心,此时老傅的女儿到派出所报案称母亲失踪,远景两相对照才知道是乌龙一场。 高雄市左营分局博外四路派出所警员瞻玉镜及李聪凯,本月22日约11点40分,巡逻行经左营区文学路与文府路口发现老傅,但他无法说出姓名及地址,知己的自己叫阿英,住在大顺路,怀疑他罹患失智症,此时派出所值班台透过无限电通报,知无姓女子报案称母亲当天上午7点出门, 到中午尚未返家,请巡逻警网留意。 詹玉镜及李聪凯听到通报,立刻与值班台联系,相互对照特征后,怀疑老傅是吴女的母亲,吴女赶到现场,确认无误。 老傅的女儿向警方表示,她与母亲住在博爱四路的大楼,本来预定当天上午要带她去医院看病,不料母亲一大就溜出门,还跟别人借手推车趴趴走,导致民众及远警可能误以为母亲见识资源回收。 请不吝点资源回收。